接下来同样跟你的生活其实相关 我们的独家报道特别提醒您 如果最近有买卖房子的计划 就卖房子的时候 评数最好自己一定要先算清楚 因为台北市有一名余小姐 她第一次卖房子找了代销来帮忙处理 没有想到代销一开始就少算了公社0.88平 后来发现之后也没有更改 直到最后降价卖出去 让她整整少赚了45万 但另一边房仲却表示 他们其实事前有告知余小姐 没有算到公式的评数 而且约也是余小姐自己签的 他们认为自己一切合法 生气是一定会的 因为我如果不是朋友提醒我的话 我不是用53.8平去卖出 其实我到现在还被猛在鼓里 余小姐好生气第一次卖房子 招了代销却因为沟通问题 房价差很大 原本房屋土地加上公社 总共32.25平 一平要卖55万 开价至少1774万 但余小姐说因为房仲没有算到公社 一下就烧了48万 只开1726万 还是隔了一天才发现 但房仲还是继续用原本价钱来溢价 买方出了1690 他说相差不多啊 就是36万 这样算下来一平是多少钱 然后他又算给我听说 一平是53.8万 不疑有他 余小姐就用1690万把房子卖出 但看看买卖契约书 还有公社比 若以房仲说的每平53.8万计算 中价应该1735万 前缘价却还是1690万元 当场又少了45万 房仲为此也不断挡电话来协调 传达上面的问题 就是我昨天跟你谈过的问题 我不认为说你有错 虽然生气但是自己签的约 房仲也表示开价绝对有加上公社 已经告知余小姐绝对知情 以前合法还是提醒民众签约前 单价评数 自己一样一样算清楚 最保险 听别是新闻综合报道 您好 我是东森房屋经理人林建宏 行情评估最可靠 专业服务最周到 创意行销最有效 交易安全最重要 东森房屋林建宏 一通电话马上到 0933 049 018 0933 049 018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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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